斯大林意图分裂中国 毛主席振臂一挥 中华民族必须统一 上世纪四十年代 美苏为了分裂中国 不惜放下了敌对的意识形态 暂时统一了战线 斯大林甚至在我党大胜国民党 准备百万雄狮过大僵尸 亲自出面给毛主席施压 让我党与国民党分疆而至 苏联此举究竟意欲何为 我国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下面富贵就带大家走进那个 时局动荡的年代 一探究竟 在苏联最强大的时期 似乎真的有决定我国未来 命运走向的能力 尽管苏联在抗日战争中 对我国给予了帮助 但从二战结束后 苏联的反应中可以看出 他的眼中只有纯粹的利益 苏联并非是真心帮助我国 希望我国走向强大 在他的意图中 中国应该同德国 朝鲜 印度 越南一样 南北分支 成为一个方便苏联殖民的傀儡 1945年2月10日 苏 美 英 三国 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 暗自签署了一份名为 亚尔塔协定的文件 这份文件彻底揭露了 苏美英三国的丑恶心思 他们企图通过分裂中国的方式 阻止中国走向强大 而中国一旦分裂了 那么我国土地就更容易被他们掌控 资源也就更加容易瓜分 在利益的促使下 美国和苏联放下成见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分裂中国的一系列阴谋计划 在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美国在支持国民党的同时 也在约束国民党的力量 维持中国两权分立 不灭亡也不统一的分裂局面 而苏联的做法 则让他险恶的心思昭然若见 苏联一边假意支持共产党 一边联系蒋介石 用放弃支持共产党作为交换条件 让蒋介石政府同意签署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 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利益 同意了外盟独立 后来蒋介石又与苏联 陆续签署了一系列秘密文件 蒋介石用东北等地的利益作为交换条件 促使苏联开始制约中共的力量 美国也与苏联达成了共识 在美苏的强势干预之下 一个中国的主权面临着重大危机 中国似乎真的要走向分裂的命运 成为被美苏分支的傀儡 但值得庆幸的是 苏联和美国都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不仅高估了蒋介石 还低估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一边和苏联做着交易 一边接受着来自美国的物资援助 美国觊觎的是中国长江以南的利益 随着美国派米歇尔斯来华之后 斯大林感觉到了不妙的气息 他生怕蒋介石的国民党会完全投靠美国 到时候自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 就会受到影响 于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又开始对共产党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援助 希望能维持住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平衡 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可斯大林怎么也没想到 中共强大的战斗力和统一中华民族的坚定信念 会最终打败苏联和美国 分裂中国的阴谋 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 虽然在武器装备上不如蒋介石的国民党 但相比于蒋介石纵容手下压榨百姓 强行征兵脚梁的政策 中共宽厚待民 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 更能得到民心 蒋介石背后靠着的是美苏的物资援助 而中共背后则是整个中国的人民 因此共产党军队更加团结 更有向心力 随着1946年 美国加大了对国民党的援助 蒋介石也靠着这些援助 开始对东三省等地区进行了重新补局 苏联为了他在东北地区的利益 劝告中共和蒋介石不能在东北打 苏联在中共和蒋介石之间来回暧昧 但因为蒋介石的自大 他认为中共军队不堪一击 无视了苏联的劝阻 至此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 苏联也意识到 国民党实际上更加倾向于美国 再加上美国对蒋介石的行为 都表示支持 所以苏联不得不紧急向中共示好 时间来到1948年 这时候斯大林才真正向中共 提供了战略物资 以求让中共守护苏联 在东北地区的利益 然而让美苏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中共在获得了反击的力量之后 瞬间占据了优势 所谓是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深得民心的共产党 在反击之战中 依靠着人民的力量 和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指导 很快打赢了辽沈 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这三场战役的胜利 奠定了中共胜利的基石 国民党的力量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此时蒋介石已经被赶到了长江以南地区 完全失去了和中共对抗的实力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被迫下台 李宗仁代表国民政府希望能和中共和谈 期望化僵而至 直到这个时候 国民党还没有从他错误的行为中醒悟 无论是一开始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 还是后来取代蒋介石的李宗仁 亦或是整个国民政府 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希望依靠美国和苏联的援助获得胜利 可见在他们的心中 中国人民的幸福 中国强大的未来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看中的只是权力和利益而已 无论如何 中共和国民党之争都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蒋介石为什么一门心思要让外力介入 他明知道中国分裂之后 中国将会成为美苏口中的肥肉 可他还是放弃了中国的主权 宁愿让中国分裂 也要维护自己的国民政府 这种做法注定了国民党失败的结局 也注定了共产党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挽救中国与危难之中 实现对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 当中共将国民党打回长江以南 准备熊啾啾气昂昂 百万熊狮过大江的时候 美苏势力还不肯死心 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方式 让共产党明金收兵 和国民党划疆而至 虽然长江自古以来 都是难以逾越的天险 南北分治也在我国古代的魏晋 唐朝宋朝多次上演 但历史也同样告诉我党领导人 中华民族必须实现一统 方可拥有强大的未来 毛主席对一统中国的决心是坚定的 迫切的 从未动摇的 哪怕斯大林亲自给我国毛主席发送电报 劝告毛主席和国民党化僵而至 并威胁说一旦我党军队跨过长江 将会遭受来自美国的强烈报复 和美军的直接参战 这时候的苏联在看到中共的强大之后 已经站在了中共阵营 可显然斯大林的诚意是禁不住推敲的 苏联方面帮美国和国民党劝降的行为 显然意味着苏联分裂中国的阴谋 还没有彻底死心 然而面对苏美双方的威胁 毛主席的回应是坚定霸气 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党和人民 必须将统一进行到底 绝不会向任何势力低头妥协 因为是否过江这个问题 是决定了中国未来命运走向的问题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决心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和国民党划僵而至 他们统一中国的信念 绝不会产生任何动摇 因为中共追求的并不是权利 也不是利益 他们追求的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中共表现出来的决心 让苏联方面最终放弃了调停的想法 苏联在1948年11月18日表示 中国的统一事业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双方必须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谈判取得 从这时开始 苏联好像完全和中共达成了共识 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但苏联此举显然为时晚矣 他先前企图分裂中国 控制中国的行为 已经让我国领导人对其产生戒备 并开始警醒 大国是无法完全信赖的 大国的眼中只有利益 相比于美国的直接干涉 苏联两面派的做法 具有更大的威胁 同时这也让我国领导人意识到 中国必须统一 走向强大 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宏图霸业 1949年4月20日 美国和英国仍在叫嚣 要用核武器阻止中共的军队渡江 甚至他们还威胁派遣航空母舰 进入中国 但此时什么也无法阻挡中国统一的道路 4月23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 中国彻底实现一统基业 美苏两国企图分裂中国 控制中国的阴谋也宣告破产 我们不得不感叹 伟人就是伟人 一开始 共产党的贫弱是有目共睹的 哪怕面对蒋介石单方面的国民党势力 我党都处于被动的落后局势 但中国共产党 在毛主席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领导下 依然顶着美苏两大强国的干涉 完成了最终的一统 其中的艰难和困苦可想而知 但历史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迎难而上 绝境逢生的坚韧品质 然而相比之下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 就显得太过无知 高傲 甚至有些祸国殃民了 我们且先不说蒋介石 在军事和治国方面的不足 单说他妄想依靠美苏势力 维持权力统治的行为 就是他一生也无法抹出的污点 美苏在假意调停我国战争时 已然表露出了他们分裂中国 企图控制中国的阴谋 可蒋介石宁愿冒着把中国的主权 中国的未来交给美苏控制的风险 也要获得美苏的援助 从这个方面看来 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彻底失去了民心 也注定了最后的败局 蒋介石在接受了苏联和美国帮助的同时 也全盘接受了美苏提出的殖民条件 或许蒋介石为中国统一 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他太贪得无厌了 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并且拥有与实力不相匹配的野心 如果蒋介石没有高估自己的实力 非要冒险得罪苏联北上东北的话 或许我党的一统道路也没有后来那么顺利 所以我们应该庆幸 当时的中国不仅有无知傲慢的蒋介石 还有伟大信念坚定的毛主席 如果没有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利益的毛主席 没有他坚决的统一信念和伟大的战略目光 中国兴许已经像当时的德国 朝鲜、印度、越南等国家一样 被美苏势力搞得南北分裂了 届时我们还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吗 美苏控制下的中国还怎么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当时的危难局面 可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党都处于被动的局面 面对着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和国民党 还有虎视眈眈的美苏两国 我党哪怕走错一步 都注定是万劫不复的境地 但值得庆幸的是 我党虽然在军事装备上落后于国民党 但是在精神力量上 却是蒋介石一方永远也无法到达的高度 我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能够在美苏势力的干预下完成最终的一统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原因 就是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力 正是因为这种力量 中国共产党才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 与危难之中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所以总的来看 美苏企图分裂中国 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更好地控制中国 他们从分裂德国 朝鲜 印度 越南等国家的过程中得到了经验 那就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远比统一的国家更容易控制 同时他们也惧怕中国强大的潜力 整个世界都清楚 中国是一头沉睡在东方的雄狮 一旦中国彻底觉醒了 那么中国将会展现出让世界都为之一颤的力量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 一定要饮水思源 铭记伟大的先辈 为中华民族的一统做出的伟大贡献呀 还有 喜欢富贵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赞转发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